既然今天我们画的是粉色的烟熏妆 我们选用的烟熏颜色主要就是粉色 然后呢我们还要用到一点点的黑色 首先我们将取适当量的粉色烟熏 然后均匀的涂抹在盐窝处 它的面积可以大一点 一定要有一种绿染的效果 之后我们占取少量的黑色眼影 要涂在睫毛根部向上一面 越往上越半 这样眼影部分我们就刻画好了 下面我们要刻画眼线 我们一定要从眼头处开始刻画 然后发向眼睛的中间 再连向眼尾 眼尾呢已经要微微的拉长上翘 要填满眼睛毛根部的缝隙 这样眼线部分我们也刻画好了 第三个步骤呢就是睫毛部分 首先我们要用睫毛夹 把自己的睫毛夹卷翘 然后我们要粘贴一副自然型的夹睫毛 首先要对睫毛的两端立即修削 通胶的时候一定要等胶 干几秒钟之后再去粘贴 这样才比较牢固 同时我们要用睫毛膏 把下睫毛刻画上 这样眼妆就刻画好了 今天我们要用相同的手法来刻画另一只眼睛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样眼妆的部分就打造完成了 我们为了给自己一个好的气色 您要简单的涂上一层淡淡的腮红 轻轻的小一下就可以了 最后呢我们要涂上一层淡淡的唇彩 颜色呢一定要特别的透 特别的淡 这样呢才能凸显我们眼妆的部分 这样一款漂亮的粉色烟熏装 就打造完成了 喜欢的朋友赶快尝试起来吧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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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